趁著等紅燈空檔 騎士不斷摩擦雙手生熱一下 另一位騎士則是不斷甩手就怕凍僵了 寒流中騎車全身包緊緊還不夠 前座騎士得吹風沒得躲 後座乘客則是射縮擋風 怎麼會冷成這樣 專家說氣溫10度相對濕度達到60度 騎車時提感溫度等於0度 0度有多冷就是這樣 提感溫度0度就相當於說 把手插進剉冰裡 在這樣的狀態下騎車作為迎風的第一線 雙手要怎麼保暖其實也是有配包 騎機車戴上手套防風防寒手掌位置還有防滑設計 小小的手套有兩層外層是滑雪用材質 防水防風內裡則是天鵝蓉能取暖 對比內裡三層的後手套增加了靈活度 但一雙可不便宜 價格是一般手套的兩到三倍 其實那個滑雪的那種是拿運動的 靈敏性對於機車主來說應該也是很夠用的 圍圍巾一按鈕就可以發亮 科技圍巾能加熱 就是透過USB線接上行動電源 讓圍巾裡頭的加熱片發熱 兩段是恆溫42度跟46度 幫脖子擋風是防寒的第一步 有兩段式的設計 就是其實你可以切換到第二段做脖子的保護 就是騎車的時候脖子不會受寒這樣 圍上圍巾戴上帽子 不只是為了好看而是要留住體溫 天氣冷的時候頭部毛孔多又粗 15度氣溫下人體約有三分之一的熱量 是從頭部跟頸部散發是防寒重點 而騎車時上半身不用穿太多 一件羽絨衣保暖 再加上一件防風外套即可 但下半身常常只有一條褲子怎麼辦 其實不少民眾都是直接穿上浴褲來防風 但真的擔心美觀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穿上長襪或是內裡褲增溫 有關節問題的騎士想保護膝蓋可以直接穿上護膝 寒流來了體感零度 保暖大作戰才剛開始 記者鄭仁中 謝雲林 台北報導